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景都不一样 有渐变 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 因为蛮凉快的 所以走起来就很舒服 大伦山海把1500公尺银杏叶随四季转变 每年到的秋季由绿转黄 走在景观步道 仿佛漫步在黄金隧道 埔里的继大校园 将近一切颗台湾蓝树 每年总在这个时节 列队欢迎大家到来 这两排台湾蓝树 就会呈现出非常热闹的缤纷 而且有一点兴高采烈 手足舞蹈的那种感觉 中部美景被游客收入 跳点拍照的口袋名单 连带待望双十廉价住宿 南投西投住宿淡黄区 九成到客满 周边外围约八成满 日月潭临近饭店平均八成 若能欣赏湖光山色的摇滚区 都被定光 经济农场降载后 住宿率也达八成 包括停车方面 我们也做了很好的规划 那同时呢 我们也更是推出了 我们的负利子健康操 在五倍劝加持下 饭店住宿纷纷开出红盘 不止国庆廉价 订房率高 有些饭店甚至一路畅旺 到耶诞跨年假期 外溢效应还可触及到 餐饮及纪念品等贩卖店 三天宣吴库宇 陈一杰 沈明志 南投台中 三号报道 三号报道